对不起 我在整理于非班例会案的材料 准备交接给沈律师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他们公司的会计 所给我提供的财务数据 和于先生平时跟我讲的 公司财务状况有很大的出入 那你需要什么协助吗 我需要你把他们公司的会计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财务报表 数据以及发的每一封邮件 都给我整理出来 全部 好的 我马上去整理 所以你是怀疑 我是担心 我担心我可能犯了一个 很严重的错误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准备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您在台下我就不会紧张了 好好发挥 许律师 你怎么来了 在和沈律师交接文件之前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那我就先出去了 你先去吧 坐 于飞盘先生 我自始至终都是信任您的 我相信您的为人 我相信您的人品 我也相信您的婚姻生活 走到今天确实是出于无奈 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 什 什么意思 您仔细看看这些文件 然后告诉我您是什么意思 通过购置房产 交易公司股票的方式 把您名下的财产 转移到了于氏集团 还有于德生私人的名下 这么做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是已经持续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们很高明 用的方法都很隐秘 而且很随机 所以我看不出来 我只是在核算赡养费的时候 我发现数字有一点问题 直到这次我对接 交接材料的时候 我才看出其中的破绽 从我接手您的 离婚官司那天起 您说了要对我公开透明 您把公司的刘会计 介绍给我 让我直接和他对接 所有的财务文件 我因为相信您 所以我相信这些文件 也是真实 您是不是觉得我很蠢 我自己都这么觉得 我是一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我见过很多人 为了避免损失 想出很多下三滥的手法 但我没想到您也会这么做 您是余非凡 您是一个公众人物 余氏集团是一家上市公司 至于吗 为这么点钱 用这种下错的办法 丢不丢人啊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 帮当事人欺负我一个女人 邱律师 不是我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 是我的父亲 余德生